直到听到大林如此之说 郭老师憋得泪目也不敢看大林 所以我这个来咱们春晚 跟我爸在一块儿献议 我这属于是堂前尽孝 堂前尽孝是什么意思 父母在世要好好尽孝到 误等父母过去时留下后悔 很少有人把话说得如此直白 参加相声春晚的录制 其实就是我尽孝的体现 是为了我的父亲 而郭老师也同样岁数大了 愿意让儿子多多回家 哪怕二十年不喝酒的他 也愿意跟大林喝上两杯 但是那天他们老说我儿子喝酒 我说你回家来 我给你喝点酒 也是个高兴的事情 就是现在岁数大了 也愿意他回来 这就是中国式 传统父子关系的体现 想他但我不说 总要找个由头长大回家 郭敬礼年满十八时 身为父亲 郭大刚用自己的钱半生 给儿子写了一封家书 纵观全文八字可总结 字字逐击适读情深 甲五年 正月初九 我儿子十八了 正所谓成人长大 学名麒麟 取奇妙降临之意 后下海一名麒麟 来访周大师之遗愿 奇妙降临 郭麒麟包含了父母的期望 登天难求人更难 黄连孔无钱更苦 江湖显人心更显 春冰宝人情更好 这句话是全文的精髓 核心的观点全都在于此 社会的人心险恶 金钱的重要性 一是绝 何为绝呢 舞台上的顶梁柱 剧团班舍的灵魂 贴出你的名字 要保证卖的出票 全团老少指着你吃饭 绝 是有责任的意义 告证大林分清普通艺人还是绝 一定要精进自己的记忆 很多人不成功的原因 主要是太尊重自己了 让大林尊重事实 不能给自己加戏 同样是一个人 步行一小时 你能走多远 骑车呢 开车呢 坐飞机呢 平台决定了你的速度 正所谓站在风口上 猪都能飞起来 有人夸你 别信 有人骂你 别听 周围人随意捧骂 不可与之交 因其无智性也 交友一定要谨慎 红了身边都是好人 但有朝一日你不红了之后呢 所谓的真心朋友 他还在吗 望恩思小过 定会反歌 开口说大意 临大难必便捷 逢人称兄弟 既身交也平常 要认清一个人 不要看他说了什么 一定要看他做了什么 最后告诉大林 关键所在 还是要多付出 多耕耳 纵观整份家书中 郭老师拿自己的半辈子的经历 将其化作制言片语 传授给儿子 告诫儿子要能上能下 要经得起大起大落 工作金钱交友 娓娓道来 18岁的大林得此一封家书 无论他看进去 或者看不进去 这些话都会在他日后的闯荡中 一一见证 父亲在儿子18岁那年 留下的是 钻钻教会 与一种心肠 师父在徒弟18岁那年 留下的是望子成龙 寄予厚望 出身世家 卫力长兄 宠于博树 尊于兄长 逢于盛况 寄予得云 天之骄子 好自为之 假以时日 必成大起 18岁的大林 得此两位教导 可抵万金 他也不认可抵万金 他人 也不认可抵万金 前来的